陈希良没找全国性的大报纸 LUNA明明没有那个扑获能力 没必要搞那么大的宣传 再说 地方报的人要好接触点 陈希良好不容易打通的关系 能在报纸上混个软广告就不错了 时装的报道 是给爱美的女同志们看的 报纸上的软广告 是用来招商引资的 引资暂时用不着 能起到招商的效果就行 如果不把LUNA的名气炒出来 经销商不会引进LUNA 靠夏小兰和陈希良一家家去开门店 要等到猴年马月这个牌子才能做起来 LUNA要比快销品牌贵点 同样需要别人主动来加盟 要想成功招商 夏小兰和陈希良就要把已有的门店做到极致 让别人瞧见LUNA有多赚钱 也不知道是杂志的读者太忠诚 还是汪明明的号召力大 杂志发行没几天 LUNA的销量暴涨 现在LUNA的店员 总算不用去羡慕兰凤凰的生意了 小夏总不是不管LUNA的死活 而是在憋大招 夏总 客人们喜欢汪明明穿上春晚的裙子 那裙子怪夸张的 其实不太适合日常穿 夏小兰不会拒绝客人的要求 客人是上帝 但汪明明女士 此时就是她和陈希良的吉时语 她回道 你和他们说清楚 那条裙子是给汪明明女士定制的 全世界就只有那么一条 他们还想要的话 就只有款式相仿的 裙子短一点 领口低一点 反正得有细节不一样 夏小兰是强行碰瓷 却不会言而无信 消费了汪明明的名气 那给汪明明的裙子 自然得独一无二 店员还以为女顾客们不会要防板 哪知道把夏小兰的话一转述 说那条裙子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是专门给汪明明女士定制的 把一群85年的时髦女客人们 哄得一愣一愣的 那我们就要相仿的 店员百思不得其解 夏小兰却能理解 明星的号召力呗 汪明明本人不愿意和Luna多打交道 真是可惜了 要不夏小兰趁机搞几张签名海报 再搞个积分抽奖 累计消费满多少 就能抽奥明明亲笔签名的海报 能把这些粉丝给玩瘸了 不行不行 这样搞真的太心黑了 85年可不像后世 粉丝能满世界追着明星跑 搞一张明星签名算什么 还能合影 能抱抱 现在只能在磁带里 听见港台明星的声音 只能在电视上 在录像带和海报上 瞧见他们的身影 隔着那么远的距离 明星亲笔签名这种刺激 实在太大 85年的老百姓们 还有一点普世的可爱 他们不挑嘴 只喜欢某个明星的少 基本上谁演了一部好看的电视 谁唱了一首好听的歌 他们能换来换去的喜欢 还能同时喜欢好多明星 夏小兰已经决定了 今年的春庄回款后 汪明明要是还瞧不上 内地的本土品牌 她就让陈希良去找 内地的女演员拍广告 要让Luna的知名度 像做火箭一样窜身 逼急了 她看看最近有没有 正在拍摄中的都市剧 让Luna去当服装赞助商 反正她也认识了王导 影视圈就这么大 王林树肯定认识其他导演 夏小兰越想越觉得这个主意好 连拍广告的钱都省了 她是趁着梅克才来习单的 视察完两个店 就得回去 武行长说 把人情拖到了这边派出所的所长身上 夏小兰请武行长当中间人 要请所长吃个饭 她是习惯了自己办这些事 留分厅了 却主动和她分担 你一个学生和所长吃饭像话吗 让妈去吧 店本来就是我在管 一个人暂时照看三个店 这才多久 好不容易养起来的肉又掉了些 夏小兰也心疼她 道 那咱娘俩一起去 有武行长在 没啥的 要想把生意做好 就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 男人可以在酒桌上谈生意 有些人还乐在其中呢 女人做生意又格外难一些 有求于人 这酒你喝不喝 不喝就谈不成事 喝手令保障不了自己的安全 夏小兰上辈子倒是没遇到过 反正灌她酒的 全是因为她好爽 就没有涂她色的 这辈子夏小兰变漂亮了 却是经验丰富 反正不会把自己置于险地 但她妈对这些场面却没见识过 希望武行长找的这个所长是真靠谱 没有乱七八糟的恶习 夏小兰离开西单没多久 夏紫玉和张翠 有王建华陪着到西单看铺面 西单是真热闹 张翠下了公交车就满意了大半 理发店 百货商店 服装店 各种铺子都有 瞧着生意都不错 王建华找的店只有一间门面 是在居民楼外面 可能有二十几平 没有安庆县的张继厂量 就这铺子 一年也要问他们要几百块 张翠想到这租金就肉痛 还以为王建华出面 这钱就能省下来呢 结果还是要出租金 夏紫玉更理解不了 私底下对他妈说 几百块钱算什么 一个月都不用就赚回来了 你要是不想要建华找的店面 那你就自己去找 安庆的店最后是怎么关门的 咱家在京城是外地人 要没有人打招呼 肯定有人欺负我们 难道夏紫玉找不到店吗 让王建华找 肯定有他的考量 一年几百的租金不算啥 只要能安安稳稳营业 很快就能从小店换成大店面 要是生意好 开分店也是行的 别人能做早餐连锁店 他为什么不能 夏紫玉的心思又活络了 瞧着二十几瓶的小门面 好像瞧见了遍布华国的张继连锁店 其实搞餐营也是行的吧 夏紫玉拿不定主意 先等他妈把生意里顺了 再看看情况 王建华去买了两瓶汽水回来 道紫玉 阿姨 这店面还满意吗 收拾一下就能开业 工商那边也不用担心 我会让人搞定 夏紫玉不等张翠开口 抢先道 当然满意 你肯定是用心选的 王建华把汽水给他 他不肯要 说王建华辛苦了 让他喝 王建华感动 想起自己刚才买汽水的时候 瞧见前头有家服装店 生意好得很 看看夏紫玉身上的衣服朴素 想到兜里揣着百来块钱 心中一动 道 紫玉 我带你去买件新衣服吧 夏紫玉站在LUNA前 原来85年 已经有如此光鲜的服装店了 LUNA 建华 这是不是个外国牌子 不要去了 肯定很贵 王建华也不知道是不是外国品牌 外国货可不是在西单卖的 夏紫玉瞧着两个女客人从店里出来 手上还抓着杂志 杂志的封面和橱窗上的海报一模一样 同志 能借您杂志看一下吗 你客人一愣 进而笑了 你也喜欢汪明尼亚 夏紫玉就没有喜欢的明星 港台的 内地的 都不喜欢 他的时间多珍贵 不会浪费在任何一个明星身上 明星都是虚假的 现实里的真面目和荧幕上完全不一样 每到类似的时刻 夏紫玉都会有众人接罪他独醒的感觉 夏紫玉是想看杂志上的介绍 他抓住了LUNA是华国本土品牌几个关键词 把杂志还给别人 夏紫玉才对王建华说道 原来不是外国牌子 走吧 我们进去看看 这个服装店看起来生意很好 做服装应该比开小吃店赚钱 夏紫玉打量了这店 随手拿起一件衣服看价钱 一件衬衣售价24元 以现在的工资来看珍贵 自己买部做一件衬衣 算上工钱 这样质量的 十块钱就能搞定吧 放到这样的店里 衬衣能贵上一倍 张翠采在光洁的地砖上 感觉气短心虚 夏紫玉却神情自若 王建华瞧了瞧价钱 发现他的百来快能买下一套 心动大定 这店装修的太高档了 比百货大楼的柜台都光鲜 王建华还真怕自己都理的钱不过付 那一会场面就比较尴尬了 夏紫玉逛了一圈 并没有是衣服的意思 他在看店里衣服的标价 有贵的 有便宜的 但便宜的不至于太低 贵的也不会太高 低收入者会望而生畏 高收入则一个月的工资 就能从头到脚置办一套 夏紫玉三人实在不想来买衣服的 鲁娜的店员受过培训 就算顾客只看不买 他们也不能瞧不起人 除非顾客上手摸浅色的衣服 他们才会走过来温馨提醒 现在店里人不少 也不能分出一个店员来围着夏紫玉三人打转 实际上 三人一家被化为只看不买的一类 紫玉 你怎么不去试试 这件裙子你喜欢吗 王建华从衣架上取下一条连衣裙 红白条纹 长袖 长度在膝盖下 坚持让夏紫玉试 夏紫玉从试衣间出来 试衣镜照出焕然一新的她 她虽然比不上夏小兰漂亮 长相也是中等略偏上的 朴素老气的打扮 让夏紫玉黯淡不少 只要换一件衣服 整个人颜值提升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在精心化化妆 夏小兰有十分 夏紫玉也能打七分 试衣镜柔和明亮的灯光 给夏紫玉添加了滤镜 脸颊的疤破坏了美感 她用手把疤覆盖掉 果然顺眼不少 裙子换了 鞋子还是双土土的黑布鞋 店员十分机灵 给夏紫玉找来一双白皮鞋换上 同志 你穿这套真好看 是很好看 夏紫玉都没见过这样的自己 这和她精心塑造的朴实形象不符 但她向往的 可从来不是什么朴实 她的人耐 为的就是锦衣玉食的生活 她已经22岁了 从1979年到现在 她已经忍耐了六年 女人的青春多么短暂 夏紫玉不想自己要到中年了 才能去穿这些好看的衣服 是时候改变一下周围人 对她的固定印象了 建华 我就要这条裙子 王建华回过神来 好 就买这条 紫玉就是太节省 在安庆时 蓝色的工农装没毛病 周围人都是那么穿的 夏紫玉当时输了两条大辫子 满是青春气息 但现在是85年 周围的人在快速改变 夏小兰都越走越远了 王建华觉得紫玉也该有所改变 人都是视觉动物 说王建华不喜欢长得漂亮的 就太假了 他把兜里的钱都掏干净 花38块买了连衣裙 又给夏紫玉买了一件薄外套 35块 一双春天穿的长袜12块 一双皮鞋25块 这里是西单 不仅有服装店 还有理发店 夏紫玉把自己的大辫子剪成了齐尔短发 让理发店把耳侧的头发烫卷 卷起的发烧 刚好将脸颊上的扒着掉大半 本来是看店面的 夏紫玉却对自己进行了改头换面 镜子里的人让他自己都陌生 张翠掰着指头算夏紫玉这身行头 从头到讲买衣服就花了110元 再加上烫头发 好看倒是好看了 是拿钱堆出来的 要想维持这种好看 整个春天总都能没有换洗的衣服吧 准备个两三套 那就是两三百 除了春天 还有夏装和冬装呢 要把夏紫玉以前那些土气的衣服都换掉 全部按照今天的标准来 起码要花两三千块 张翠倒吸一口凉气 夏紫玉颇为不耐 妈 钱不是省出来的 是赚出来的 我的是你先别管 衣服是建华买的 你操那么多心干嘛 一个人在小吃店吃一年东西 每天都去 一年又能花多少钱 可一个人在服装店买衣服 一年的花费是没有上线的 买了新的 就不想再穿旧的 里人不都这样吗 小店是不赚钱的 杂志上说了 人家Lona在京城和阳城都有店 这就是做大生意的样子 夏紫玉也想做这样的大生意 可他需要本钱要开一家这样的服装店 花掉的装修钱 说不定都能买一个四合院了 夏紫玉是拿不出这钱来的 他认识的人里唯有杜照辉能 他不能再继续等下去了 能扶小做低把王建华收入囊中 他以前能拉下脸 为了达到目的 又有什么不能忍耐的 建华 你能帮我买到一张机票吗 我周末想去阳城一趟 这位就是马索 马索 这是我家亲戚 刘芬和他女儿 武行长热情的给双方介绍 马索四十多岁 身材敦实 他面相挺凶的 武行长说这人风评很好 夏小兰虽然年轻漂亮 马索也没多看 反而对刘芬更感兴趣 称刘芬是金国英雄 男同志都没破例搞的生意 你一个女同志还真厉害 刘芬瞧着不像女强人 气势不够足 也不够八面玲珑 但和马索长说话 他也没那么处 可能是和更大的领导打过交道 刘芬的胆子变大了 马索长根本没理会夏小兰 听说对方还是个学生 他就觉得是刘芬带着女儿来见世面的 没去想夏小兰才是做主的那个 从这点来说 武行长对马索的评价比较准 品行不正的那种干部 恐怕会把眼睛粘在夏小兰身上 马索一听夏小兰还是学生 就自动给划到了小一辈 长辈盯着小姑娘看 简直太没礼貌 马索就只和刘芬说话 刘武行长在中间插壳打混 刘芬自己也能对付 听见马索说他是金国英雄 刘芬不懂这词是啥意思 但马索的话是夸他的 刘芬能懂 您说笑了 就是点小本生意 能养活我们母女就行了 当派出所所长 需要敏锐 马索心中一动 这话说的挺有深意的 养活母女俩 怎么没提自己丈夫 武行长赶紧进入正题 马索 可不就是这样吗 你同志做生意多不容易 他们母女俩又是外地人 您说我在银行上班 也照看不到西单这一片 生意场上的是不怕 就怕有混混流氓捣乱 还要请您多关照 马索文言多看了刘芬一眼 要说没本事的人家 还能开这么大的店啊 可要说有背景的人家 让一个女人出来做生意 也挺奇怪的 武行说的是倒是没问题 平时锁里多看了几分就行 但这也直标不治本 我看服装店生意挺好的 每天有不少营业款吧 马索的话 让武行长和刘芬都摸不着头脑 夏小兰一直在装乖 这时候也忍不住了 您的意思是 我没啥意思 你们别误会 不是在向你们所会 我是说 外人瞧着生意红火 刘芬同志容易被盯上 最好不要在身上 带大量的现金 有钱就存了银行再回去 西单是有银行的 就算工行在这里 也有办事处 马索是用公安的思维 在考虑问题 有派出所照应 也不能肆无忌惮地 给罪犯制造机会 最好把风险扼杀在摇篮中 干脆就不要带钱回家 每天别嫌麻烦 往银行跑一趟 马索的话 让夏小兰都挣了 她也是思维一时被局限住 就想着晚上盘账清点 那时候银行早下班了 晚上关门 那换的时间盘账不就行了 完全可以在下午干这事 比如秀水电是三点开始盘账数钱 清点完营业款 就把钱直接存最近的银行 再到西单一样化葫芦一番操作 盘账后在营业的部分 直接往第二天算 刘芬也不用带着钱回家 人身安全得到了大大的保障 下午到晚上那点营业款 找保险箱放店里就能解决 夏小兰觉得最近忙着开业和画图 自己把自己给忙傻了 不过今晚也并不是全无收获 和马所长吃了一顿饭 混了个脸熟 吃完饭 夏小兰和刘芬先走了 马所拉住五行长道 五行 这还真是您亲戚啊 他们家怎么都没个男人出头 您这也太冒失了 幸好遇到的是我 没有仰仗的外地女同志 自己开着两三个店 就看服装店的规模 家底起码有十万吧 大家都是普通人 能不动心的毕竟少 遇到个不讲究的 说不定就想财色兼收 五行长对夏小兰家的情况也不了解 但他知道 夏小兰家是真有钱 他道 谁说他家没有男人的 家里人生意做得大 闺女来京城上大学 当妈的顺便来京城做生意 还顺便买了套四合院 哦不 十岔海一套 南罗股像还有一套呢 不过也真是奇怪 五行长只见过刘勇 是夏小兰的舅舅 还真没见过夏小兰他爸 按说买房置业和开店都是大事 全丢给老婆和女儿干吗 五行长也没对马索说太多 夏小兰是他的大客户 不仅买国债券 还贷款 五行长和夏小兰的牵扯越来越深 不就因为这些原因吗 他和夏小兰是互相帮忙 他不替夏小兰家的店操心 经他的人情介绍去店里上班的人咋办 还有夏小兰和刘勇都在他工作的直行贷了款 这服装店要是出问题 他拿什么贷还款 十岔海的四合院 可值不了二十万 这顿饭给了夏小兰和刘勋启发 马索真人吧 还真有意思 第二天他亲自领着人去Luna和兰凤凰门口转了转 人家就收了两条烟 饭桌上连酒都没喝 算是给足了五行长面子 派出所的人私下嘀咕 说这两家服装店 说肯定是马索家亲戚开的 马索也没辩解 这些人哪有他的思想觉悟高 马索是觉得孤儿寡母的 在京城做生意不容易 照看几分 对他来说不算个大事 瘦瘦小小的一位女同志 真被人给抢了 也怪不老人的 五行长没承认 马索基本上已经判定 刘芬同志应该是单身 也是可怜 年纪轻轻的 就死了丈夫 还要拉扯个女儿呢 夏小兰不知道 只是和马索长吃了一顿饭 他妈已经被对方定义为可怜的寡妇 若是知道了 寡妇的看法夏小兰承认 可怜她是不承认的 母女俩的日子过得不知道有多充实 刘芬自己都感觉不到可怜 也不需要别人的同情 大官员的建筑平面图 夏小兰用了半个月才画好 把这作业交给宁雪后 照例去秀水店帮忙 这天 她遇到了英语竞赛的评委凯瑟琳 夏 你怎么在这里 凯瑟琳对夏小兰的印象很深 第一届英语竞赛的冠军 凯瑟琳老师 这是我妈妈经营的店 我利用课余时间来帮忙 优秀还健谈的人 很难被人讨厌 凯瑟琳就很喜欢夏小兰 她难掩兴奋 你知道吗 电视台录制的决赛录像 终于要播出了 夏 我觉得你会成为全国最有名的学生 成为全国最有名的学生 这不是夏小兰要的 她争这种名气干嘛 现在羽衣未封 低调点 门声发大财才是正道 凯瑟琳老师 我不懂您说的意思 去年决赛的时候 电视台派了设置组来全程录像 说是要在电视上播放 结果录完了一直没消息 今天要不是遇上凯瑟琳 夏小兰早把这事给忘了 一场比赛 怎么就成全国最有名的学生了 夏小兰不太懂 凯瑟琳是来买衣服的 秀水街本来就是她这样的外国人出没的地方 凯瑟琳就住在附近 她也不是第一次来店里 之前夏小兰一直和她错过罢了 夏 决赛是全程录像的 你们20名进入口试的选手 就录制了好几个小时 还有上午的彼时环节 电视台节目组剪辑出了17节目 你是总冠军 等节目播完了 看节目的人都会认识你 夏小兰简直具有出名的一切特性 决赛表现得好 学校好 人长得漂亮上镜 凯瑟琳很看好夏小兰 她说给夏小兰写一封推荐信不是开玩笑的 国外的大学不会拒绝这样一名华国女学生 一场决赛 电视台能剪出实际节目 夏小兰也是福气 不过对凯瑟琳说的全国出名 她倒是不那么想 决赛是20个选手一次口试的 就算她口试的时间长了点 那也就是实际里的一集 这要是后世那种选秀节目 一期期的晋级 集中资源造星还差不多 凯瑟琳说的太夸张 夏小兰听了也没走心 华国人是含蓄的 外国人说话本来就带着三分夸张 幸好凯瑟琳老师是英国人 要是美国人 这夸张会变成十分 夏 你还记得我说要给你写一封推荐信的是吗 我为此咨询过在英国的朋友 如果你对这方面感兴趣 可以和我详谈 决赛的节目是30号播出第一集 凯瑟琳是和朋友一起逛街的 和夏小兰说话已经耽误了太久 她写下了详细的地址和联系电话 强调了两遍call me 夏小兰能感觉到凯瑟琳的真诚 她拿着纸条 觉得自己多半要辜负对方的好意 是否留学 夏小兰还没决定 就算要留学 为了方便给你奶奶找儿子 她也会选择美国 去英国的几率很小 尽管英国大学的建筑专业 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 夏小兰把凯瑟琳的联系方式 揣在兜里 一转头 两个电影员一脸敬畏地看着她 王林 你们这是怎么了 夏总 您的英文真好 每次有外宾 都能很容易把衣服卖出去 不像我们 全靠手笔划 夏小兰觉得宁雪是学神 可在普通人眼里 她这个学霸也不穿假 王林的口气很艳羡 夏小兰笑了 你们也可以学 多掌握一门外人任何时候都有用 短期来说 是方便你们和外宾客人沟通 能多卖出衣服 提升自己的业绩 长远去看 可以帮助你们职业生涯的晋升 真正意义上的铁饭碗不多 哪怕现在看的是铁饭碗的国企职工 将来都有下岗的危机 当服装店的售货员是吃青春饭的 20岁能卖衣服 30岁也能卖 可到了四五十岁 还是最基层的售货员 在夏小兰看来就是不求上进 夏总 我们能学英文吗 夏小兰反问 你们为啥不能学 我不怕你们拿高提成 不怕你们变优秀了会辞工 我个人希望你们能努力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 会不会英文 只是其中一项 追着夏小兰问话的 只有王林 另一个店员就没多大兴趣 同样的起点 一个有进取心 另一个居安不思危 人生了分水岭 树令从这时候就埋下了 夏小兰见王林是真的想学英文 把自己以前教给陈庆的那套方法 告诉了王林 还算他一本词典和两盘词带 语言学习就是累积 不知道基础的词汇 说什么语法都是一端 你比别人的学习环境更得天独厚 这里是秀水街 经常会有外边来店里 你说这是多好的学习机会 不贪多 一天十个单词 一年也是三千多个 简单的日常对话 这个词汇量已经足够 夏小兰让王林有不懂的地方只管问他 但王林也要自己用功 夏小兰不可能从二十六个字母 从原音福音开始教 她是王林的老板 不是王林的老师 别人没有任何义务白白传授给人知识 古代的大荣教学生 都还要收书修呢 夏小兰在学校第二次接到宁雪的邀请 她就知道自己必须正式上宁家去一趟了 宁老是什么意思呀 一直让宁雪指导她 老先生可以不明说 夏小兰这个享受了好处的 总不能继续装傻 你呀 就是想太多 有时候谨慎的太过了 听说夏小兰准备提着礼物上宁家 与奶奶嘀咕了两句 夏小兰想起来凯瑟琳老师说的是 道 对了 我在店里碰见英语竞赛的评委老师了 他告诉我30号电视台要放决赛现场的录像 30号 就是明晚 四月将至 还能卖一个多月春装 刘芬本来决定再去阳城跑一趟 换几个款 也自己选一些新款式 文言 马上决定要把电视节目看完了再走 要不在火车上她就错过了 您不用这么急 我是第17个出场的 第一期节目里都一定有我 刘芬不听 夏小兰根本理解不了她的心情 当妈的 哪怕规律曲的一点点成就都会自豪 更别说是在全国性的比赛中拿奖了 刘芬情愿少赚点钱 也不想错过女儿可能出场的电视节目 从京城飞往阳城的飞机降落成功 三月底的阳城 穿春款连衣群正合适 夏紫玉提着行李箱 焕然一新后 瞧着还挺有气质 她是用夏洪编一家三口 被关在看守所的借口 让王建华帮忙搞定了飞机票 出了机场 夏紫玉根本没有去看守所的意思 反而直奔蓬城而去 第二次 她还是没有边防证 需要钻铁私网入关 夏紫玉能察觉到别人打量她的目光有多异样 她发誓 这样的经历 绝对不能有第三次 路上的辛苦不提 出现在杜兆辉面前的夏紫玉 已经脱离了工农装和棉布鞋的土气 和香港明星比时髦是不可能 但和特区这边在外资厂上班的女人打扮相仿 总算能不拉杜大少爷的眼睛了 一头烫过的短发 狠替夏紫玉加分 微卷的弧度不仅显得脸小 挡住了伤疤 还让她浓眉大眼的长相多了几分柔和 夏小姐 这身打扮很适合你 起码不为和了 明明就是满肚子心机 偏偏打扮得很淳朴 杜兆辉头一次见就觉得诡异 现在在看焕然一新的夏紫玉 杜兆辉认为和对方说说话 不算痛苦 她也在赌 帮帮找回夏家人后 相当于在她和夏紫玉之间搭了一座桥 乔师架好了 谁抬脚过河 反正杜兆辉是不急 果然她不主动去找夏紫玉 对方就坐不住了 杜兆辉一瞬间就判断出来 比起她需要夏紫玉的程度 夏紫玉显然更需要她 夏紫玉虽然预言准了苏联领导人的换届 又能怎样 杜老板的氧气功夫真好 我以为过了三月中旬 杜老板就会主动联系我 不过还是感谢杜老板仗义帮忙 替我找回了家里人 杜兆辉给夏紫玉到了一杯酒 夏紫玉端酒杯的姿势 让杜大少爷又有点眼睛疼 他尽量让自己不去看夏紫玉的手 夏小姐 你二叔现在已经回玉南了 如果你真的担心家人 就应该搞清楚为何弄丢了介绍信 连称隆集团出面都将他们保不出来 夏小姐 你是来处理这件事的吗 当然 说称隆集团保不出来 这话有点夸张 杜兆辉也没亲自出面 夏紫玉一点都不想说这些没用的事 他道 这点是不急 无非是我二叔和二婶的家务事 两人现在闹矛盾 说明哪天就和好了 杜老板 我二次上门 已经展现了自己的诚意 杜老板避而不谈 难道还想继续考验我 认为我没资格跟你谈合作吗 家务事 夏紫玉这个蠢货 家务事还有把人送到看守所的吗 称隆集团都没能把人保出来 还要折腾下大军回玉南 杜兆辉觉得 恐怕是夏小兰未来婆家才有这本事 这是得多讨厌夏家人啊 他也不想和夏紫玉兜圈子了 道 你说吧 你想要什么样的合作 夏紫玉斟酌了一路 准备向杜兆辉斗售自己的商业计划 他道 改革开放到处都是商机 我需要一个投资人 我出点子 我去执行 杜老板提供资金支持 夏小姐 所谓的合作 是讲究投入资本和获得利益的 你的商业计划怎样我暂且不评价 我出钱 你赚钱 怎么看都是你获利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能从中收获什么好处 杜兆辉调锅 夏紫玉暗暗咬牙 杜老板 你是投资人 我赚到的钱当然有你一部分 你不用劳心费力 难道不是双赢吗 夏紫玉的话 让杜兆辉哑然失笑 夏小姐 你可能是以内地的眼光在看待香港 你所谓的赚钱 能是多少 你觉得一百万 一千万 在杜家面前 算多吗 不是杜兆辉瞧不起夏紫玉 在85年的内地 有本事靠自己赚一百万华币的人 真的是能人 这样的能人 杜兆辉都会礼遇 夏紫玉显然不是这样的人 杜兆辉又不傻 杜家有钱 他也有一定数额的资金支配权 自己决定捐几百万给大学不用请是谁 捐款是和香港首付学的 捐了之后 好处是称荣集团的 也是在内地驻扎的杜兆辉的 几百万花出去 在他老豆面前刷了脸 杜兆辉觉得他聪明 杜大少爷的钱就没百花 让他投资几百万在夏紫玉身上 杜兆辉想不通能给自己带来什么 和华国官方的关系吗 夏紫玉农村出身 未来婆家也是倒了没 就算没倒没之前 杜兆辉都不会像一个高教司的副司长低头 就凭王司长的面子 让杜兆辉掏出几百万 做梦还差不多 要说夏紫玉有出类拔萃的经商才能 杜兆辉也要看到实力 还是他说的那句话 能赚一百万的人有本事 但赚到的钱 在杜兆辉眼里不算什么 夏紫玉没想到会是这个展开 现在没有富豪排行榜 资讯也不发达 没有人会把富豪的资产价值 多少钱列出来做个排名 杜家有多少钱 夏紫玉还真打不出来 他觉得自己能替杜兆辉赚钱 杜兆辉的意思 他赚的钱太少了 夏紫玉脸颊飞红 手里的酒杯都端不住了 他干脆把酒杯放下 所以你我打开天窗说亮话 你是怎么提前知道苏联领导人换届的事 支持你预言的情报渠道 能为我提供什么帮助 我不需要一个帮忙赚钱的人 除非你说的是上亿的利润 一年替公司赚几百万的职业经理人 公司还真不缺 夏小姐 等你强大的情报渠道 帮你弄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 我们就有谈合作的基础了 杜兆辉将杯里的酒喝净 意味着两人的谈话也进入到尾声 看杜兆辉起身要走 夏紫玉浑身僵硬 杜兆辉的话 再次重重扇了他一巴掌 杜兆辉说的上亿的利润 夏紫玉自是再高 也不觉得自己能办到 在85年做什么生意能赚上亿的钱 国家垄断的行业才能办到吧 这些行业 夏紫玉根本插不进去 杜兆辉要的钱 夏紫玉办不到 杜兆辉喜欢漂亮女人 夏紫玉焕然一心站在他面前 也没见他言谈间有多感兴趣 钱和色 他都给不了杜兆辉 夏紫玉看杜大少快走出大门了 忽然扶置心灵 杜家是很有钱 但杜家的钱并不全是杜兆辉的 夏紫玉想起从夏大军嘴里探听的消息 杜兆辉虽然是杜家原配生的儿子 杜兆荣实在花心 除了杜兆辉的母亲 还娶了三个姨太太 除了杜兆辉 杜兆荣还有不少儿女 夏紫玉压抑住内心的激动 站起来道 杜家 你想要在杜家掌权 你想要整个杜家 杜家已经够有钱了 杜兆辉不在乎小钱 他想要拿到杜家所有的家产 如果是夏紫玉 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家里的钱 他为啥要分给小老婆和同父一母的弟妹们 当然是自己全拿